按部就班的来跟各位做说明 我把它清楚全部 OK 第一个的话呢 一样嘛 我们先切到 videobasic 第二个的话呢 我就直接怎么样 一样写一个 sub 那sub的名称叫什么 和平工作表 Enter 接下来第一步 因为我刚刚讲 我要先把那个 一般它在sheets 一般嘛 sheets可以先不用写 我要把一般 也许我这个部分把它拆成两个 先复制它的栏名 然后再复制底下的东西 所以第一个我要先复制这一段 到全部的话 那我写法我刚刚讲过 也许你先不用管 你先不用管sheets 你就先管什么 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在哪里呢 在A1到E1 OK 那你就把这个打一下 然后呢 点什么 点copy copy到哪里呢 copy到range A1 不过它不同工作表 所以怎么样 我先copy 我习惯是这样拖拉过来 然后复制 拖拉加 拖拉加Ctrl 键就是移动 如果你不按Ctrl 键就移动 如果按Ctrl 键就复制 等于是Ctrl C Ctrl V 那因为它不同工作表 所以我就想复制上面的来改比较快 那它的这个来源是许子3 把许子3的这个范围上面的帮我call到range A1过来 OK 所以基本上这样的执行 假设把执行会在这里的话 那我如果现在执行这一行的话 我按F8 好 先跑一下 过来 但后面如果说你还不知道写什么 没关系 你可以 就是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让它F8 主行跑没关系 然后再来下一个动作要做什么呢 把底下这个范围做选取Ctrl 键到哪里呢 到这个范围里面的A2 OK 那这样 那这边会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说 这个范围到底有几列 这个是一个变数 所以这个变数的话 我就会先在这边加一个 因为那个习惯用R 有两个 一个是这个在最下面哪一列 一个是应该call到哪一列 所以我就干脆 我就取名称 我就一个叫R1 那R1的话就向下追踪 向下追踪前面讲过 你可以从A1向下追踪到最下面列 所以刚刚好像写过 好像在哪边有写过 在这里 所以其实有个人说偷懒 你可以拿这个来call 向下追踪 那我从哪边追踪 一般习惯从D懒 A懒 那你从其他懒也可以 一般习惯 然后向下追踪到 所以你会发现它总共有7列 所以追到7 那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呢 copy 把这个call到哪里 call到全部 所以怎么去给这个范围呢 他这个一样是去的3 所以 不过等一下再call 去的3 我要把这个范围copy到 那个 先拿这个来call 这样比较快 拿这个改比较快 然后呢 他应该从A2开始 到1的哪一列呢 当然你不能打7 因为待会会跑回圈 所以一般 二般 三般 它的最下面一列不一样 怎么办呢 你可以直接把这边delete掉 碰一格 and r1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说 这个数字哦 有没有 它是透过向下追踪得到 所以这边向下追踪是7 所以他把7放到这边 跟那个1后面串一个7 那这个范围就是会变动的 那不过我call到哪里呢 call的话call到A2嘛 可是如果你一般call到A2 那二般也call到A2 那不就盖掉了 所以怎么办呢 这边的话你需要一个变数 所以以后 假如那个地方会改变 你就要想到 要增加一个变数出来 那个变数的话 特别注意哦 你这边的话 叫R2好了 我给他取个名称 就是那个要复制到那边的 名称变数叫R2 那预设止哪里2 那当他第一次贴过去的时候 是A2 开始贴 但是如果 二般的话 那我底下 那个R2呢 我就让他改变 那怎么改 如果我让他贴的话 那我应该 在这边 这边应该把它改一下 这边应该把它改成 and 有没有 一样哦 and R2 OK 好 这样子 那当然这个目前只能针对一般 可是二般三般怎么办 对 接下来你要跑个回圈 有没有 这个一般嘛 这个只能扣一个一般 那如果二般三般怎么办呢 特别注意哦 这边Enter一下 前面这边可能少一个 shoot 3 放过来 第三个 那如果说你要call的话 那应该第一次是call 这个 第三个 然后第四个第五个 所以总共会有三个工作表 那也就是这个shoot你应该要去变动 所以怎么变哦 你就打一个for围圈 for 它是个范围 for i 好吧 等于第三个工作表 到 第五个工作表 Enter两下 打一个nest 然后把中间这一行怎么样 把它搬到中间来 按个tab键 那做什么呢 这边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iv就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第一次过来 帮我call 一般的资料过来 那nest了之后变4 变2班 call过来 再来5 变3班 call过来 OK 那这样子好像 似乎就已经 达到我们要的效果了 OK 我看一下 好像还没了 那如果你还不去 这个假设已经写的差不多 但是你又不知道该写什么 没关系 我跟各位讲过嘛 你这边可以 把它 拉到上面来 然后做什么呢 让它再足以跑 刚已经跑过这一行 所以这一行不要跑 想向下这一行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要做什么呢 就让它先取得 A1 哇 这个应该指的是这个的哦 所以这个应该 向下追踪的那个范围 所以这边 这个 这两个应该是放哪里 这个 这个应该 R1应该是要放在哪里 放在里面才对 所以这个的话应该是放在 这个把它拉到这边哪里 然后 然后 前面应该要让它去 什么 找到 那个工作表的向 最下面一列 把它放到 这个 R1 所以 所以R2 好 R2 现在是2 就是意思说放过来的话 是从第二列开始放 然后接下来 R1的话是第几个工作表 先3嘛 所以这边的话 那我向下追踪到的 那个最下面 这理论上应该是7 对 7 然后帮我把这个工作表 一直到A2到17的 Copy到哪里 A2这个范围 拖过来看看 有没有成功呢 17 一般就拖过来 那NAS了之后的话 这个时候A1就变成4了 所以 它这个时候会怎样 去的4 指的是哪一个呢 去的4指的是2班 所以这边的话 如果变4 那指的是 这是3嘛 这是4 把4班里面的东西 帮我向下追踪看看 追踪按F8看看 如果它这个回来 应该是3的话 对不对 没错 123嘛 OK 然后帮我怎么样呢 再帮我把 这个东西抠过来 不过有个问题 它R2还是2 所以怎么办呢 这边 刚刚露了一个 露了一行程式 应该怎么样呢 把R2等于什么呢 R2等于这边向下追踪造的列 所以这边的向下追踪 从 追踪到 往下应该是7嘛 因为等一下抠过来的话 应该从第8开始 所以怎么办呢 哎 这边其实就不用哪一个工作 直接 把这边 Range A1 什么样 向下去追踪 帮我加 B就可以了 特别说这个一定要加1 为什么要加1 因为 它要抠过来的位置 我把它向下追踪 它一定到7 那如果你抠到A7 它就把A7盖掉 这应该从A8开始 放到这里才对 两列 可以放到这边 然后等一下又再向下追踪 再放到下面去 OK 所以刚刚这边如果错的话怎么办呢 没关系 你可以让它再跑 这一行一下 然后再把它拉回去 拉到这边 好 然后 跑一下 哎 这边是 向下 对 是不是 8 对没错 抠到这边来 那理论上呢 就把我把2班抠过来 也没错 然后再来的话呢 再向下追踪 这个时候应该是10了 对 没错 然后下一个 一样呢 追踪到 然后呢 抠过来 然后 这好像多跑一次 应该不影响 nice 结束了 就完成 OK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 虽然城市只有少少的 7行 但是 每一行都是按照我们的需求 去完成的 所以这个就是 我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1 第一行做什么 就是做这个 把 这个抠过来 从一般的地方抠到这边来 所以是去的3 的那个上面的部分 抠到哪里 抠到我目前工作表的这里 然后呢 这个东西指的是要抠到哪一列 所以从第二列预设 这个叫初始值 这个叫初始值 R2是将来要抠到 这一个全部里面的地起列开始 因为预设是从2开始 这个是初始值 也就是说先从这边 然后呢 我就 跑个回圈 for i 等于第三个到第五个工作表 所以如果将来你有很多工作表 将来你有100个工作表 城市 是一样的 也是7行 OK 所以其实基本上 然后再来做什么 就是当你要抠的时候去追踪一下R1 就是说他到底向下的每一个工作表 到底是到第七 比如说他这边到第七 这边可能是到第三 这边可能到第四 那你透过这个R1 这个R1指的是要被负质来源的那一个 他向下追踪到的列是哪一列 那把这个数字呢 放到你要copy的 有没有 这个1的后面这里 然后抠到哪一个位置去 就这样的话 最后就一直跑一直跑 全部大致上就OK